易先生这个姓氏很少见,后裔的易 2020年7月,他在嘉兴南湖区京奥兰塞斯店 买了一辆奥迪A4L,落地价28万多 今年3月,他开车去塞斯店做了保养 保养机油,然后换了火花塞,清极炭 近期我发现那个火花塞的钢壁造成有裂缝 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想再换火花塞的时候发现的 为什么又要再换火花塞? 这个是易顺建,就是说它有一个公理数 达到了它就要更换 3月份的保养工单上标注了建议下次24305千米 或过三个月来保养 易先生说,当时他以为保养的意思就是需要再次更换火花塞 因为过了三年自保嘛,然后我想外面保养的时候 更换火花的时候发现那个钢壁有破损 然后就找到上一家嘛 你怎么怀疑是这家CF店造成了这个破裂? 因为那家的时候拆的时候就发现了呀 易先生提供了照片,发动机钢头上盖 点火线圈的固定套筒上有一处裂痕 初步淡定有可能是外力导致的 因为原厂一般上不会坏掉的这个东西 我们都是按照厂家认定的,都是专用工具拆卸的 你不能无凭无据说我们弄坏了 做好火花塞的话一般上都会检查的嘛 对,装回去肯定会检查的 它如果继续往下开链呢 它这个是铝材呀,它又不是钢的 它不受力的东西,如果你施加力了 它有可能会裂开 但是你不受力的情况下 它是不会继续往下裂的 铝的东西是软的,不是像硬盆硬的 一般上你只要每次保养你可以观察 肯定不会裂的 不会有比如说安全隐患或者 不会,不会有安全隐患的 易先生希望CF店能做出一些补偿 他说之前沟通时感觉对方不想承担责任 实质性的证据也没有 但是因为我外面也没有做过嘛 但你这里的话上一次就这里做的保养嘛 所以只能是找他们嘛 足球是增加盐保 还有就是送几次保养 因为你到外面也是人家拆开来看过的 也许人家拆的时候弄坏了 对吧 这个的话就不需要采火花塞就可以看到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你忽然那天也跟我说了 忽然三年盐保三次保养 我真的更这种 肯定是我觉得是满天要价这种行为 李经理告诉记者 公单上写的保养指的是基础保养 正常情况下 奥迪的火花塞是每两万公里需要更换一次 虽然说证据没有安抚客户 适当的谈一下也是可以的 现场李经理给领导打完电话后表示 可以赠送发动机一年盐保 易先生没有接受 1818黄金言记者嘉欣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